大家好,我是冯马迁,今天分享家庭版苦瓜炒牛肉 首先苦瓜去头去尾一开二,挖去瓜囊 然后用斜刀的方法切成五毫米左右厚厚的薄片 这样口感更好,切完苦瓜盐一勺 然后轻轻的用力把盐分抓拌均匀 我们腌苦瓜这个步骤 就是为了把放盐味焯水这个步骤省略掉 而且腌过的苦瓜会更爽更好吃 在腌苦瓜的过程中,我们切点葱姜蒜还有豆豉 十分钟后,把腌过的苦瓜倒出来 苦瓜不用冲水,如果冲水就没有苦瓜的原味 我们轻轻把它压一下水分 然后就倒起来待用 这个材料都在这里啊 这个腌牛肉的教程 在我以前发过的视频有一期 大家可以翻看参考一下 这个小碗的就是葱姜蒜还有豆豉 下一步点火 猛锅匀油,躺一下倒起来 留点底油 接着葱姜蒜把它炒香 接着放腌过的牛肉 然后把牛肉摊开 稍微把它煎一下子 大概煎至五成熟 然后把它翻过来 继续铺开 另一面也是同样的把它煎一下子 但是不要煎得过老 煎牛肉的生熟度 我们看见它从红色变成白色 这个时候牛肉的生熟度大概是吃成熟 然后我们把它铲起来待用 下一步重新把锅洗干净 继续起锅烧油 放油的量要多一点 躺一下锅 然后放豆豉 稍微炒出豆豉的香味 然后放腌过的苦瓜 我们这个苦瓜是生炒啊 大家一定要炒的时间长一点 炒至断生 然后放点蚝油 蚝油跟牛肉就是绝配啊 这个是重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继续大火把它翻炒均匀 炒到半熟的时候 我们放一点点的白糖 把苦瓜的味道中和一下 接着再来一点点的清水 往锅边里面倒 让它瞬间沸腾 这个方法就是让苦瓜更加熟的快一点 最后把煎过的牛肉倒在一起 继续大火把它翻炒均匀 翻炒的时间长一点 让苦瓜完全熟透 同时牛肉也够热 生熟刚刚好 最后放一点点的老抽 增扎食欲 继续把它翻炒均匀 最后这个步骤 锅铲的动作不要铲得太厉害 力度不要过猛 不要太快 要不然牛肉片变成牛肉碎了 我们把它炒得完全够热够香 让它牛肉吸收到苦瓜的味道 同时苦瓜也吸收到牛肉的味道 简直就是太绝了 牛肉炸着苦瓜 米饭杀手 牛肉很乱 我们这一期的苦瓜炒牛肉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看我做菜的朋友们 点赞大家关注 下期再见